你想干什么 这个拿给爸爸的 给爸爸 这是什么 这是广西过来的货吧 嗯 广西的 那给你啊 这 这都是爸爸的 好像这边地上还有一个了吧 那这还有一个 也给你 今天又是一堆快递啊 等一下拆拆拆 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这货标放着 等一下见 大家好啊 刚才我儿子看了一下啊 这是广西回来的 这是我在一个叫九哥的主播那里买的啊 他的东西呢 真真假假 其实拆在一起的 嗯 怎么说呢 就是 所以呢 我只能让他帮我转个盒子 嗯 有些东西 必须要确定没问题再卖给我 就是这样子 因为呢 这个主播的东西啊 确实是真假拆在一起的 快手的主播 哎呀 怎么说呢 我其实买过他假货啊 所以呢 就是 这么一个情况吧 这几个东西呢 有三个是比较开门的 有一个 不是特别开门 然后呢 我就让他说 你帮我打个盒子 能进盒子 我再 我再就是寄给我 不能进盒子嘛 就退了 差不多就是意思吧 然后我经历了 也快半个多月了 快一个月了 然后呢 他给我寄过来了 从这一点上来说 诚信还是可以的 不像有的 就是说时间久了 可能不能脏了啊 什么的对吧 这一点还可以 但是呢 东西呢 说实话呢 还是 啊 东西还是有 东西 啊 盒子都帮我拿好了 看看东西在桌吧 嗯 这是一堆东西啊 没有了 应该还有东西 没了啊 就这一堆 嗯 应该还有一个 我还应该有一坨 那个坨子的吗 坨子也没放 放这里面 啊 你说五个木盒 嗯 你们这三个木盒 应该四个木盒的呀 应该四个木盒的吗 还有一个没了 跟我说吗 这两个没说打木盒 这是一个大松的坨子啊 这是一个招五 这是一个倒光啊 这倒光还不错 这个倒光 一个招五 招五没有帮我打核子吗 有点招 这怎么不能打吗 嗯 这有点奇怪 大顺啊 啊 这个木盒 直边可流通了啊 直边未流通的大顺 可以直边再立的 对 直边未流通 这个木盒还是可以的啊 保持现在这种木盒啊 造成还是可以的 这种木盒 这种木盒的状态还是一流的啊 啊 这个 卡在里面啊 这个打不出来吗 卡的也得死的啊 嗯 这个也是直边的啊 状态还是很不错 嗯 所以说我自己打算留着我的东西啊 状态非常好 啊 鼠边啊 这个也是啊 啊 歌啊 最后一个是一个大顺啊 也是个 枝边的大顺啊 非常漂亮 状态极品 这个没办法打 但是得问他一下 这个是一个大顺 背面还有一个道工 一个大顺 我的那个刻度的尺不在 滑尺不在 这个道工应该也挺大的 这个道工你看 这个大顺有一点问题 背面两个钱小一点 一个大顺的驼子 这个招 我招呼就招 这是打不了吗 还有什么原因 清楚 这个还可以 这个道工还可以 放在很西面 达不到目前的精度 的精度是很高 就是 嗯 就是这一堆啊 三个盒子 加一个这个啊 整个1.5个啊 就是这些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三个盒子里面 三个道工 还是回来了一部分东西啊 这一单我应该是有点亏了 找这个状态的话 这个的话也不便宜啊 收了我 嗯 差不多 这个也800块钱买的 像是一个小驼子 我没有把它完全打开 后面还有两个背上面的 但肯定没有什么太值钱的东西啊 应该顶天也就是大顺啊 这个大顺呢 应该状态还可以 我们也不把它打开来了 就这样让它保留的原来的状态 这是一个大顺的一个小驼子 行吧 大家觉得怎么样 差不多就这些吧 大家觉得怎么样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啊 拜拜